2024選戰倒數計時就有週刊披露著民眾黨不分區的立委名單當中呢 包括前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 還有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先生 其中也不乏挖藍綠的長角 甚至還有當過中共幹部徐春瑩也入列因此引發質疑 還傳出柯文哲打算要推出兩年任期制 希望可以吸納更多人才 換回司法正義 落實居住正義 今年的716大遊行就看得出和柯文哲情投意合的前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 傳出被列入民眾黨不分區男生組第一 而除了他剩下的名單也一一曝光 擔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黃珊珊 從市府到進辦代表柯文哲意志 現在也被列入安全名單 雙黃領頭外 獨派色彩濃厚的前總統 陳水扁醫療小組發言人陳昭姿 前台北市議員林國成 青藍的戰國策傳播集團董事長吳川辰都入列 挖藍綠牆角 不過最受矚目的還是當過中共幹部的陸配 台灣新著名發展協會理事長徐純英 要問一下民眾黨他們列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的主要的選擇對象是所謂的網紅 還是網軍 還是希望帶風向的人 國民黨曾經執政過 所以南京裡頭人才積極 就是我們也不會擔心所謂的什麼挖牆角 我們希望這次是可以打造社會和諧 政黨和解 兩岸和平的一個基本態度 部分區名單和排序指示初步構想 還得等三十號選決會開會達成共識 送到中央委員會最後確認 直至客問者有意推兩年任期制 兩年一到第一批上任的立委就請辭 由部分區名單成員依序地補 讓八席安全名單擴大成十六席 部分區是民眾黨國會席次核心 採取兩年任期制 也為科問者增加尋覓人才的籌碼 記者曹天 張嘉玲 切封報導 千萬字, 芸能潔, 謹生自治 bies, 靜 Wenn 牧閡商商賺 單、官方剛,最近, relevant 根據覽頃 維, 講人kay, 數字評論 總局小 might be 這根據ovichוף 按下